妳們兩個是誰想要領養的 我們是來看貓的畫質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我們兩個等一下 他怎麼回事 我們兩個就狗人 剛剛導演還說 我們跟貓的化學反應 有點不太夠 對 其實我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 不要嘛 等一下 來 空空 空空 空空過來 空空給他一隻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今天跟貓相處下來了 往貓派這邊走一點 接下來 維持狗狗狗 你不要這樣 對不起 等一下 我就盡量不要動 等一下 他在雅盡傳了一個瓷昌訊給我 對不起 對不起 他上次說我看起來很冷冷的 其實他看起來很冷冷的 你就是天正帶著淡然的表情嗎 玻璃城市的感覺 對 可是其實又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很接地的一個女孩子 出來啦 幹嘛幹嘛 幹嘛 欸 你猜這東西 幹嘛 哇塞 哇 誰讓他接你 你出來 你出來啊 有種你出來嘛 可以出來就 啊 可以 他把他看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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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XX XXX 是可以說 我輸你 你今天充滿了憤怒 真的嗎 其實上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就還滿喜歡他 然後這次聊天又更覺得 嗯 就是 很期待接下來拍片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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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不算講錯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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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不起 沒關係 我剛剛好寂寞 對不起 我在生氣 我在生氣 我覺得我很感謝他 是因為他可能非常了解 演員準備那個狀態 我那時候一坐在裡面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可以 牽一下我嗎 嗯 然後他就 他就真的就是一直 一直這樣牽著我的手 直到Action 直到我下車 他才把手放開 然後我覺得 他的那一牽 給我很大很大的幫忙 然後再加上導演最後 有給我一個指令 就是說 那一場戲離開的時候 我除了告別 我的職業生涯以外 我還要告別文宣部的小夥伴 我還要告別房間 蠻難過的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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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 拜拜 祝敗好見